中国跟印度的矛盾已经从喜马拉雅山上打到了非洲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33经纬点评 我是David郑经纬 今天要跟各位来谈的是 中国的邻居引渡 一直以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印之间的争执矛盾 在今天的33经纬点评当中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 就是中印的矛盾已经从喜马拉雅山打到了非洲 来听我道来 当然这两天在孟加拉湾正在举行Quart军演 Quart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 我记得在今年初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提到Quart Quart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个组织在未来的时间 大家可能要天天听到果真 对不对 其实Quart的这一次进行的这个叫马拉巴尔2021的军演 理论上来讲是第二轮回 他们已经跑到菲律宾海关岛那边第一次 已经几个月前去演过一次 现在又拉到孟加拉湾来进行第二次军演 孟加拉湾在什么地方 孟加拉湾就在印度对不对 跟着整个中南半岛的中间位置 换句话讲 对这个中国来说 在战略地位上孟加拉湾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次的军演就来到了孟加拉湾 各位看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这个孟加拉湾的军演 这个实际上是要从10月2号一直演到10月 演习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 那美国也派了航母啊 这个印度也派了这个军舰 日本也派了什么加克号 这个春雨号 卡尔文森号 美国航母 反正一大堆船 大家在那边就这样子演习一下 那你说这个演习呢 实际上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目的在哪里 我们就讲他这个意义在哪里 对不对 那再明显不过了嘛 对不对 就是剑指中国 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当中这四个国家当中 当然有人说是美国带头嘛 所以这个扩的这个这个四方的这个军事演习 能够不断的举行 是美国在其中带头 当然不能否认啊 当中的印度 那是心中是无比的雀跃啊 因为一直以来啊 中印之间的点点滴滴啊 都是一言难尽了 一言难尽 所以从1962年呢 这个中印发生了这个战争之后 实际上中国在那个时间点啊 让印度要做称霸亚洲这件事情啊 算是灭了一灭这个印度的威风 那接着呢 到了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中国就一路啊 这个经济上的成长 让印度更感觉是高度落后 印度的人口也不少 对不对 国土服务也不小 对不对 那怎么讲他都不应该会输给中国啊 在他的观念里面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呢 中印的边界的问题呢 就是始终是可能变成矛盾的关键了 因为我们知道大概在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中印边界发生了这个解放军 跟印度的这个士兵啊冲突事件 当时发生的地区呢 在这个阿克赛青啊 这个地区 双方都有伤亡 但是后来啊都慢慢的曝光 看得出来双方在这个地缘政治上呢 尤其边界上是非常的紧张啊 因为往年中印边界呢 大家都在这个有争议的这个边界互相巡逻 那但进入到冬季 因为喜马拉雅山这个地区啊 这个阿克赛青这个地区大概在海拔4500米左右 到了冬天的时候啊 他的平均温度是零下30度 各位就可想而知啊 在那种啊 非常这个没有人烟啊 各种那种海拔又高呼吸困难的地方呢 夏天啊还勉勉强强对不对 还可以算大家在那边巡逻啊什么啊 但到了冬天那是寸步难行 那往年呢 双方啊就各自后退到低海拔地区啊 等到这个冬天过了 大家再上山啊 再去那个互相巡逻 但从去年开始双方都没有撤退 而且这些这一段时间啊 双方都在征派兵力 增加兵力啊 在这个边界地方 那更不要说刚刚结束的第13轮 中印军长级的会谈 可以说是有一点不欢而散 原来希望呢 透过这次的谈判会谈啊 双方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但是在事后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啊 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当然他们没讲是什么内容 但是印方的这个态度是这样讲说 我们提出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那是什么 印方没讲 那中方回应怎么说呢 说你们提出这种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是不合理 而且不切实际 这听得出来吗 中方没得谈了 当然印度的这个国防部长啊 说他非常担忧啊 因为呢 中国在这个边界部分啊 现在这个驻有重兵 有坦克 有飞机 有战斗机 直升机 有大炮 人员又有上万的人啊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担心 但你反过来讲啊 这个印度这边啊 也调兵潜将 简单的说 现在呢 是第一线啊 原来这个有冲突的地方啊 大家稍稍退 看起来退开了一点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对不对 但后面呢 这个等于是前退后进 后面啊 大量的这个开始已经往这边聚集了 所以中印边界啊 这个在有争议的区域啊 这个像这个我们常讲到这个拉达克地区啊 这个将来可能还是中印之间一个难解的话题 当然这个中印边界在喜马拉雅山上啊 是一个非常遥远嘛 对不对 那怎么去解决困难度也很大 边界呢 因为当年啊 这个叫话 讲到这个帝国主义啊 实在是埋下了伏笔 当年英国占领印度的时候 为了拉大 整个跟那个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缓冲区域 对不对 他理论上来讲呢 这个地方啊 虽然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拉达克地区啊 大概有十几万人啊 这个理论上来讲他们算藏人啊 住在这个地区 那跟那个西藏那边的 不管那种风俗习惯 饮食文化宗教性啊 全部都一样啊 但印度呢 说这是他们的 啊 这是他们的啊 那现在最最麻烦的是 当年啊 这个 英国帝国主义的时候啊 占领了这个印度 为了拉大这个 跟这个俄罗斯帝国嘛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都化进来 化进来之后呢 实际上 他的管杀权是有一定的限度 那当然呢 后来这个英国在二战之后不是离开了印度 印度独立 那当时留下的问题啊 这个边界线啊 都没有讲清楚 到底是归这个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还是中国 就没讲 因为那个地方啊 就乱七八糟 反正那时候呢 英国人也无所谓 想呢 那个你们家的事情啊 这个地方啊 对我这种帝国主义来讲 殖民地啊 可利用价值太低了 对不对 因为理论上帝国主义的概念就是要不断的生产 物产 我要运回去 因为这个地方唯一有一件事情是 英国人的最爱 叫Cash Mill Cash Mill这个地方呢 出产一种 就像那种羊的绒毛啊 是出来的那Cash Mill的大衣啊 毛料做出来的西装啊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贵啊 非常的贵 跟一般的毛料大衣 跟Cash Mill毛料的大衣啊 那个价钱是天壤之别 差在哪里啊 这个拿在手上你就知道 同样 譬如说这是羊毛的大衣一件 这个是Cash Mill的大衣 你拿在手上 这一件就非常的轻巧 Cash Mill很轻又很暖啊 那当然呢 价钱很贵 因为他很稀有 他在海拔那种 4000公尺的羊 身上的绒毛 织出来的 对不对 英国人的最爱啊 你看那个英国人啊 要是有钱人 穿的西装 对不对 毛料 还不是普通的 Cash Mill的啊 所以那更不要说 做的围巾啊 手套 那就不在话下 但全世界就有这个地方 Cash Mill出羊毛 所以英国人呢 走的时候呢 还念念不忘到今天 好 那这个是马来西亚中印的矛盾 我们刚刚讲 从喜马拉雅山 来到了海平面 最近在孟加拉湾搞大型军演 这个完全都是啊 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啊 他希望不断的展示出他的那种 就是说我可以找很多人啊 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一起啊 这个等于是撞我的身世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啊 不能否认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发展 尤其是一带一路啊 之后的进行的时候啊 这个在西方 这个等于战略学者 看到中国有一个叫做 珍珠链战略计划啊 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叫 刮达尔港啊 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刮达尔港 那个地点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让整个啊 这个在印度洋上面呢 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这个对印度来讲非常的担忧啊 所以呢 印度啊就开始布局了 这印度怎么布局呢 就要话说今年的8月 有一则新闻 大家大概没什么注意啊 那话说是哪里呢 叫毛里求师 毛里求师在哪里 大家一定说 毛里求师好像听过 对不对 那毛里求师在哪里 毛里求师呢 在印度的南方 在非洲的东方 大概在印度洋了 南印度洋啊 好毛里求师 旁边是马达加斯加 再过去就是印度大陆 好毛里求师啊 很多人可能有甚至去玩过 因为毛里求师的旅游业啊 非常的这个兴盛 那这为什么讲的毛里求师呢 话说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非常有名的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就有这个人啊跟他说 最近呢在这个毛里求师啊 他是一个很多岛屿的国家啦 他其中有一个岛 叫做阿加莱加岛的北边 阿加莱加岛 他是南北两个岛啊 那这个北岛部分呢 突然发现有大批来自印度的劳工 在这边干嘛 做机场做雷达站做飞机碉堡 做的都军营啊 哇在这边啊在做工啊 那当然呢这个半岛电视台记者就去了 就去勘察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做媒体嘛 大家都要了解 就去了 就发现呢 这个原来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阿加莱加岛 他其实啊本来是一个 他并不大 他是一个并不大的岛啊 那大概这个长是12.5公里 宽是1.5公里啊 那上面呢 原来有一个这种很简易的跑道 但现在修了一个3000米的标准跑道哦 3000米跑道的概念啊 大概就是可以像我们商用飞机 那种商用飞机啊 双引擎双用飞机啊 是可以降落的岛屿 那有人就说 会不会是做旅游啊 但不太可能 对不对 因为从这张图呢 可以看出比较 之前没有 对不对 那在这张图的呢 这边这个是已经啊 做出一个样子啊 已经看出来 预计大概在今年底啊 所有设备就完工了 那将来谁在里面呢 进驻啊 那就不言而喻啊 那应该是跟印度有关 当然现在在这个新闻 8月份爆发出来之后啊 毛里求斯的政府 跟这个印度政府啊 两边啊 都否认 说 毛里求斯说 这是给我们自己啊 海岸巡逻队用的 要那么大激励啊 那印度说呢 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印度洋的安全 答非所问啊 但都没没讲说 证实说对 这就是我印度的海外基地 但你讲到毛里求斯啊 就要讲到这个中国跟毛里求斯的关系 因为我想很多人还记得 在2009年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总理啊 胡锦涛去毛里求斯访问啊 那后来到了2018年呢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也去了毛里求斯访问 毛里求斯啊 实际上他是个小岛 对不对 人口120万哦 那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 为什么能够吸引 两位中国的领导人到访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三三经纬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三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那今天跟各位来谈的是 中印之间的矛盾 已经从喜马拉雅山衍生到了非洲 虽然我们讲毛里求斯 属于非洲的 他其实距离马达加斯加 大概只有90多公里 并不远 马达加斯加各位都知道 在达尔文物竞天哲这个里面 当时就在马达加斯加上面 做了很多研究 看到人类的物种的进化 那时候这样写出来的 当然毛里求斯在历史上来讲 他也是命运坎坷 怎么讲命运坎坷 话说大航海时代 最早来到这里的是法国人 法国人觉得来到这里之后 看这个地方还不错 就把这个地方占领了 那占领了之后 这个是我看 那个是当时对法国人 把它给占领 那时候最早是荷兰人有来了 在1598年 但荷兰人在这边并没有好好的经营 到了18世纪的时候 1810年 这个法国就把这边拿下来了 成为他的殖民地 那毕竟是个岛 在这个大航海时代 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 所有的欧洲船队要绕过好望角 非洲好望角 进入印度洋之后 北上往亚洲来做生意 到印度 中南半岛 到天朝上国 所以那时候这个地方是 所有航路上必经之地 那从荷兰人当时也是觉得说 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船舶补给 因为当时这个岛上没有什么原住民 那等到法国人来的时候 也就在那边就把它当成一个算补给点 但后来英法战争打完之后 法国就把这个岛给了英国 那是1814年的时候 英国拿到这个岛之后 英国人你知道非常有名的搞殖民地主义 所以英国人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理论上毛里求斯 他处于比较靠近赤道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那当时英国最需要的一种东西是蔗糖 因为英国 那欧洲不能种蔗糖 英国更不能种蔗糖 不能种甘蔗 所以他们对糖的需求非常大 因为大航海时代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从南美也是要求当地人种甘蔗 然后做成糖运回欧洲 因为欧洲所以当时有钱人 是吃得起糖的人叫有钱人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像现在到欧洲 那个甜食非常的甜 就传统就是这种有钱人 所以甚至人家说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 那个糖从南美运回欧洲的时候 大概跟那个白银等价 等价 那个糖多重 银就多少 这样子买糖 但是现在糖没有那么贵了 好 那英国来到这个地方 毛里求斯 发现这个地方很热 对不对 适合种糖 好 英国人就去从非洲引进了一批 这个非洲人 来到毛里求斯种甘蔗 好 后来不是禁止贩卖奴隶吗 英国又说 当然我们不贩卖奴隶 那时候英国占领了印度 就发现印度人很多 对不对 所以英国就从印度 运了50万的 讲得好听叫契约工 其实就是那种半奴隶状态 契约工的概念是这样 我带你到这个岛上 你工作多少年之后 对不对 你自由 有这种 这个也叫契约工 但他是管吃管住而已 好 那你来了50万 印度的契约工 来干嘛 种甘蔗 到今天毛里求斯最大出口 就是蔗糖 跟旅游事业 好 就在这时候大概200多年前 18世纪的时候 这个中国煤线 这个广东煤线客家人 因为做生意 就来 来来来来来 也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很热闹 传来传往 大家要补给 这个华人会做生意 知道就问嘛 人家就说我们都在哪边 这个生意人 对不对 大家就来了 来了多少 3万人 大概当时有3万个华人 在200多年前来到了毛里求斯 那这个毛里求斯 他因为没有原住民 所以毛里求斯现在这个岛上 大概华人 大概印度人大概有70% 剩下大概将近快30%是华人 还有什么法国英国留下了一些后衣 所以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 在全世界 如果你去问一个国家说 哪一个国家是这个中国农历新年以外 还庆祝农历新年的地方 那就这里 所以这里跟这个华人的感情很深 甚至连那个钞票上面 都有这个华人的头像 25块是一个成功的华人商人 当年在二战的时候 帮助了很多人 让他们不要饿到什么 所以后来上钞票 就知道华人在这边影响很大 当然这个中国 新中国这个跟毛里求斯建交很早 那建交之后就发现这个点是将来整个中国在非洲大陆布局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很早就看到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虽然它岛那么小 对不对 但整个南印度洋当中它至关重要 好 所以中国跟这个毛里求斯建交之后 所以中国跟这个毛里求斯建交之后 在2009年2018年 中国两个领导人到这个国家访问 但丸之国那么小的国家 120万人口比新西兰还少 两个领导人都去过访问 你就知道毛里求斯在中国的眼中非常的重要 甚至在2019年跟毛里求斯谈这个FTA就签字了 今2020年的1月1号生效 也是非非洲所有国家当中 第一个跟中国签订FTA自由贸易的国家 你就知道中国对毛里求斯是多么的关注跟支持 但是现在地缘政治很微妙 不能否认毛里求斯有70%是印度的后裔 印度后裔对政治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一次传出印度政府 可能跟毛里求斯政府签了一个秘密的国防合约 这一个岛上面的建设 据估计譬如说三千米的跑道 有军营有碉堡 这个有雷达站大概要花多少钱 2亿5000万到3亿美金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导国 他有那么大的财力做出来的 但也看得出来印度在这个地缘政治上 对中国的这个等于算崛起 尤其在军事上的崛起 还有在整个非洲的布局 印度感到无比的忧虑 所以在这个动作上也就非常的明显 愿意花2亿5000万在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这个印度在购买的这个飞机当中有一个叫P8反潜机 P8反潜机 它不但是像过去的反潜机能够透过这个 从飞机上丢这个水中声纳来探测潜艇的位置 而且它最重要可以携带这个什么深水炸弹 什么这种飞弹之类的 对这个潜艇或船舶进行攻击 它不是单单的只是说我在找而已 它还有攻击能力 印度买了很多 所以它这个将来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岛 叫做这个阿加莱加岛 将来上面的这个机场一定会有印度的P8反潜机 就知道这样的话对于中国 因为中国实际上在稍早之前 在这个鸿海的吉布提这边设了一个称为后勤补击港 但大家都知道那个吉布提的鸿海的入口非常重要 那当然中国说那不是这个军事基地 这个吉布提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没 就是苏伊士运河的入口 那你想战略地位多重要 所以中国在这边有港口之后 印度是非常的忧虑 他担心中国的力量来到这个地区 他在印度洋没有影响力 因为美国自己承认他在整个印度洋 他没有一个盟国可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 帮助他来看住这块地区 对不对 比如东北亚他可以依靠日本 那东南亚他可以依靠澳大利亚什么之类的 但这里是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就是这个死角 死角 他防守上的死角 那中国现在军力已经是圣南海军 从这个中国经过这个南海来到这个印度洋到非洲 这个核潜艇什么 那小意思 更不要说船舶 所以印度在这边的布局 就看得出来 中印的这个战略 已经从喜马拉雅山延伸到了非洲 那对地缘政治上来说 现在印度非常的兴奋 因为最近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扩特的这个组织都让印度莫迪感觉到好像非常有底气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将来在这个毛里求失上面的这个岛 这个机场会不会对中国构成一定的冲击跟影响 那应该还有待观察 但是毛里求失的政府 这边跟中国对不对 关系那么好 签订FTA 双方往来旅游 因为毛里求失的人到中国 进中国是免签的 全世界走两个国家的人 进中国是不要签证 落地签 你现在如果你是毛里求失人 你买一张机票进北京 落地签 不需要事先申请 对不对 你就知道中国给毛里求失非常大的热情 对不对 但毛里求失又要跟印度这边搭赏 就知道在这种大国的竞争的时代 已经这个中印之间的竞争 已经来到了这个非洲 那当然随着毛里求失 未来会怎么样走下去 还是值得观察 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车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